大家好,我是自家,欢迎收看本期创意汽车,喜欢小班可以关注我们。 说起一款神车,想必大家都知道,它就是卡罗拉。 卡罗拉这款车在全球可以说是神异般的存在,几千万的累计销量是不少车都难以企及的,被称为家用车之神。 十几万块钱,一不知道买什么车的时候,买卡罗拉是不会错的。 那么如果想买SUV的话,有没有这样一款车呢?也是有的,这款车就是丰田RAV4了,大家都熟悉,也是神异般的车。 RAV4这款车是城市SUV的鼻祖,也是SUV销量的No.1。 刚刚过去的18年,RAV4又成功卖出了83.7万辆,成功拿下了SUV销量第一。 哈佛H6可能很神,但是也只能羡慕,而且这款车不管外观还是内饰,都急去丰田硬汉一般的风格。 外观和内饰咱们就不过多了解了,看看动力性能怎么样吧。 大家都知道,丰田车最大的特点就是质量非常好,卡罗拉卖的好就是这个粒。 而RAV4搭载的2.0升和2.5升都是丰田成熟的动力。 CVT变速箱也平顺可靠,可以说买回家就只管放心的开,定期做个保养就好了。 可以说这款车绝对是SUV中的卡罗拉,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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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